《殷屍路》 看過殷屍路的朋友們 是不是對於影集裡文明崩壞 喪屍橫行的世界覺得恐怖 卻又有點嚮往沒有規範束縛的自由呢 現在玩家即將可以透過 最能夠讓人生利其境的 VR 遊戲 親自體驗殷屍路的世界囉 《殷屍路》 聖徒和醉人 是有研發過 VR 遊戲總領天使的開發團隊 《Skydance Interactive 》所製作 將原作中的經典元素透過 VR 的方式 呈現在玩家面前 像是在荒廢的小鎮中搜尋珍貴的補給品 不過過程中也會遭遇到喪屍襲擊等事件 或是面對到其他倖存者時的人心險惡 玩家可以運用收集來的各類武器 像是斧頭、狼牙棒、槍炮等等來戰鬥 還可以一手拿小刀刺向喪屍 另一手拿手槍將它爆頭 或是也能夠運用潛行躲藏的技巧 避開敵人的耳目 設法完成不同派別或倖存者交代的任務 來獲得寶貴的資源 而在遊戲中玩家所做的決定 都將會影響到故事後續的發展喔 《殷屍路》 聖徒和醉人 預定將於2020 年的 1 月 23 日推出 在這秩序失控的世界裡 你選擇的道路是聖徒還是醉人 都只在你的一面之間喔